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一 欢迎收看新闻抢先报 我是杰林 华裔卖面女小贩被商人男友毒打 警方逮捕该名恶男友后 竟在对方住家搜出15把防针枪 两把改装长枪 以及一批散弹铁猪 安邦在野警方是在本月27号清晨约6点31分 接获一名女子投报 对方指他在男友位于龙市交赖六里村的住家 质问是将媒体上男友和一名女性的亲密照片时 被男友以头盔殴打头部 女受害者逃往住家隔壁神庙求助 但是被男友追上后 以木椅等抛向他 男友更是徒手掐他颈项 意图置他于死地 警方随后在昨晚约10点10分 在有关地点逮捕嫌犯 并搜出17把枪械和散弹铁株 而45岁嫌犯在陆网后告诉警方 这些枪械是他从网络购买得来 目的是用来猎杀松鼠 鸟类等小动物 不过警方认为 如果近距离开枪 也可能导致一般民众致命 警方初步调查 嫌犯拥有一项偷窃前科 但尿检过关 目前在严扣嫌犯做进一步调查 巴胜北区警方今早举办了一场销毁犯罪物品行动 现场出现了大量的逃税酒精饮料 逃税香烟 电脑 贴身物品如毛巾 衣物 避孕套等 这6289样物品总值超过50万令吉 巴胜北区警区副主任凯里·景谦说 这些都是巴胜北区警方 在2017年到2023年1月份 打击各类犯罪活动时 起获的各种物品 他说 今天被销毁的物品包括了赌博工具 如电脑 路由器 手提电脑等 另外也包括伪禁品 桃水香烟 酒精饮料 现金等 警方冲控的物品是来自177宗案件的斩货 同时也有250名涉案人士被拘捕和提控 而且案件已经结案 镜头转到槟城 槟城警方马不停蹄打击罪案 如今在破获赌品案和线上赌博中心案件 其中 警方凭借一名无业男子 没有工作却生活奢华 而怀疑对方贩毒 最终倒破住家小型炼毒场 起获总值61420令吉 重达7400公克的海洛因 这批毒品一旦流入毒品市场 可供37000人吸食 滨州总警长许国阵披露 滨州警方速毒组是在本月25号下午2点到26号早上9点 在威中县一带展开三项取缔行动 破获这宗炼毒案 而这名无业的40岁印翼毒贩和姐姐及姐夫 同住在一间双层排屋 并在家中提炼海洛因 初步调查 其获得海洛因来自泰国 毒贩是单独艺人负责炼毒及贩毒 但警方相信它和贩毒集团有关联 将继续展开追查 另一方面 警方也倒破设立在乔治市商业单位内的 线上赌博呼叫中心 逮捕8名女子和2名男子 该部罚集团主要以邻国人为目标 向他们介绍及宣传网上赌博活动 警方也在该呼叫中心内 起货大批电脑及上网器材 包括一个向目标宣传线上赌博的对话草稿 初步调查 有关呼叫中心是在去年10月开始投入运作 20到30岁的10名嫌犯 都是受聘于非法赌博集团 没有犯罪前科 一名厂工在两年前向陌生女子 随机发送一张色情照片 后来遭后者举报 警方是后展开逮捕行动 揭发厂工的手机内 存有128张色情照片 厂工因而被控上双溪大年推示亭 不过他不认罪 或准以500令吉和一名担保人保外候审 被告今早被停警 压上双溪大年推示亭准备面控 根据控状 27岁的被告赛夫安华 2021年4月1号下午3点 在公主城住家 在其三星手机内被发现 存有128张色情照片 触犯了刑事法典292条文 一旦罪成 被告或面对坐牢不超过三年 或罚款或两者兼施 案件定于6月15号过堂 同样在击打双溪大年 一名41岁华裔男子 今天在地庭承认 没有执照下售卖补贴柴油 被法官判罚款12万令吉 无力缴付罚款则以监禁6个月代替 同时 他售卖所得的超过6万令吉柴油 和两辆罗里也被充公 被告林顺平和另外三名缅甸籍被告 今早被带上双溪大年地庭面控 不过其余三人都不认罪 根据控状 林顺平和另外三人 在今年4月10号凌晨1点40分 在双溪拉兰一间工业单位 被发现在两辆罗里 有4000公升和24000公升的补贴柴油 案件斩自7月5号过堂 孩童盘山学步时 是父母牵着他们的小手 让他们有了勇气 踏出探索这个世界的第一步 而如今 帝国教育配合双亲节 举办感恩活动 让孩子们用那双稚嫩的小手 挽着父母亲的大手 一步一步跨越重重障障碍 旅行校道 一起来看整理报道 昨天下午共有超过百户家庭 参与这场在爱心大厦 举行的双亲节感恩活动 在小手拉大手环节里 家长们根据大会工作人员的指示 先用蓝布蒙住双眼 在变身盲人后 就由孩子牵着他们的手 为他们指路 互相扶持下 缓缓前行 走过长长的障碍走道 场面温馨有爱 除了小手拉大手环节 其他活动包括有狱祖礼和凤茶礼 而在霹雳江沙 一名富有孝心的女儿 今年给母亲带来最具意义的生日礼物 38岁的刘斌伟 也是江沙已故文人 拿督诺谋生的外孙 他决定每年捐助一万令吉充当奖学金 协助就读江沙重华华中 家境贫困的一名大马教育文凭考试学生 或大马高级教育文凭考试学生 做升学用途 而有关奖学金 是以其母亲洛秀莲命名 作为给妈妈每年5月29号生日的礼物 刘斌伟感谢父亲配合 才能给到母亲这份惊喜 希望母亲欢欣接受这份特殊的礼物 在霹雳江沙河边街 码头一带的游客区经常可以看见一名年轻的男画家 为民众绘画人像 这名画家的样貌是标准的华裔 但他却使用阿非克这个马来艺名画画讨生活 而且只要5到7分钟就能完成一副人像作品 来看中国报的独家报道 中国报记者逮助机会和25岁的阿非克交流 证实他真的是华裔 本名是李志宏 他受访石坦人 阿非克这个马来名字是他当上人像画家后 身边的朋友为他索取的 以方便大家尤其是马来朋友记住 阿非克说他就读霹雳和风心中滑小 中学则转到和风甘榜穆西巴中学受教育 身边都是马来朋友居多 其中马来绘画老师赛夫 是他的人像素描启蒙老师 阿非克是在2020年正式成为街头人像画家 如今逢周一和周二都会在太平作画 逢周三至星期天则会在江沙河边街一带作画 擅长人像素描的他只要短短5到7分钟内就能完成一幅作品 另外他也坦言 目前在和一名同龄无意女子交往中 并食用清真食物 不过他还没有信奉伊斯兰 谈到未来规划 阿非克寄望日后能够开一间属于自己的画廊 摆脱街头画家的生活 中国官方公布 神周16号载人航天任务的三名航天员 将首次参与载人航天任务 中国太空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 周一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发布会 宣布神周16号将在周二早上9点31分发射 三名航天员分别是中国训练的第一批航天员 景海鹏以及两名首次上任的第三批航天员 朱扬柱和贵海潮 另外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 林西强披露 最近中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等月阶段任务 已经启动实施 并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 中国云南省玉西市通海线纳嘉营的清真寺外 近日爆发警民冲突 原因是当地穆斯林民众不满清真寺中国化 通海线警方证实事件 并且发通告促参与抗议者自首 通海线纳嘉营清真寺27号早上遭官方拆除阿拉伯市外观时 当地穆斯林民众在附近聚集抗议 其间有民众冲击警方防线 有人进入清真寺推导工作台 入夜后仍有民众守在清真寺门口 乌克兰首都基辅周边周日遭俄罗斯大规模无人机空袭 乌空军称击落了52架俄军无人机 总统泽连斯基赞扬乌克兰防空部队的英勇表现 乌克兰当局周日说 被击落的无人机碎片落在几个区 导致两人死亡 另外有三人受伤 意大利威尼斯大运河部分河段河水变成明亮的绿色 引起当地居民和警方注意 警方怀疑是气候变化活动人士所为 照片显示 船夫在泛热灵光的威尼斯大运河上滑贡多拉 游客则沿阿尔托桥至运河部分变绿的水域拍照 澳洲往返悉尼的太平洋冒险号邮轮 周日凌晨三点多 在新南威尔士州海岸附近发生火灾 下得数千名乘客 紧急从房间中撤离 事发当时 太平洋冒险号正载着3017名乘客和1080名船员 展开为期三天往返悉尼的航行 就在这时 有乘客在阳台看见火蛇窜出 吓得他们全部赶紧从房间撤离 澳洲P&O邮轮公司发言人事后也证实 确定没有任何人在这场意外中死伤 已经执政20年的69岁土耳其现任总统埃尔多安 在周日的第二轮决选投票中 以过半数的支持票击败对手 赢得多五年任期 并进一步巩固土耳其作为地区军事强国的地位 土耳其最高选举委员会主席耶内尔 周日深夜在首都安卡拉宣布 根据计票结果 埃尔多安在第二轮投票中 战胜对手基利达罗格鲁 再次当选总统 另外 大马首相安华周一透过推特 恭喜埃尔多安 成功连任土耳其总统 来关注国内新冠疫情相关数据 位于罗马市中心的斗售场 是古罗马当时 为了取悦凯旋的将领士兵和赞美伟大的古罗马帝国而建造的 是古罗马帝国标志性的建筑物 虽然如今只剩下大半个股价 但是踏入斗售场 依然能够感受到它的磅礴气势 新闻的最后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这座 被誉为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的斗售场吧 我是芥琳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